我是維樂樂 台大好,我是徐曹 現在是新大學新聞系三年級 現在二十歲的學生 這邊大部分是臺北人可以取下粉嗎? 取? 好,感謝 不知道有沒有人在前幾個月有看過我們的廣告 在古廷跟公款站 也有人看過,謝謝 因為我們買了幾個節目這樣的廣告 跟一些什麼大部分的東西 那我大家講過會怎麼做到 只是我想剛剛提到說 很多人對我們第一印象是這個東西 是關於我們很努力在做一個推銷 為什麼? 因為在做平台 現在有很多創業者是在做平台的 因為剛才我聽到很多產品 如果在做平台一定要知道說 並不是只是有人買就好 他們產品都是這樣 我有一個人買他有口碑玩 第二、第三個 然後反正那個量我也做不大 所以我一定是有人做 我慢慢踩那邊,我持續下去 可是問題是做平台的特色就是 我不只要有使用者 APT的 謝謝,謝謝 不只要有使用者 是,不只要有使用者 我還需要什麼人 還需要就是供需兩方 我需要供應端 需要有需求的 那如果有任何一方 一開始沒有一個歸因 我沒有一定的量化 你不會有人想去 這是為什麼所有的平台 到時候只會有一家家的 對 這是一個很悲慘的殘酷事實 就沒辦法 我們必須要做這樣的東西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到底在做什麼 對,大家好 那我想一開始先講一下這個就是 對,應該有人知道他是誰嗎 大家從小就聽過他講故事 有嗎 生叔叔,大家聽過他 好,就是 我很感謝 因為其實有很多很多工藝 就是 相關社福界的一些 一些前輩 像是一個中生志工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對 然後的一些前輩 或是一些長者 願意支持我們的活動 然後 對 然後另外就是 我先講一下 我是個非常愛做夢 然後他有那個完美的 這剛才有標誌 有人說不太務實 對 就是會有一個完美的想像的一個人 所以 你知道我們Logo是一個熱氣球 就長這樣 維樂 我們維樂是一個熱氣球 然後 當時覺得說上次計程會 我說我就是要做一個熱氣球出來 結果所有人都說我已經瘋了 對 結果後來 感謝就是 所有贊助單位啦 合作廠商 等等 對 總之我們還是真的做出熱氣球 對 所以 現在還擺在工作室 想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想要做一個工藝平台 什麼叫工藝平台 想要先問就是 現在的狀況 所有的需求 都是為了滿足現在的 就是 不完美 像剛才提到說 為什麼會想要 把你的新的錢包 讓倒離 想要先問 就是大家知道 台灣有哪些工藝房子嗎 你能不能念得出幾家來 你能不能念得出幾家來 大家知道自己 知道 對 知道那個意見 知道事業展望 知道紅十字 知道其他人什麼 就是 你大概 心裡都有幾家有印象 可是 你還知道有哪些嗎 事實上 台灣有5萬家工藝平台 基本上沒有人 沒有人知道所有的 可是 這有什麼缺點嗎 沒有 因為這村沒有什麼缺點 反正公司不也是這樣 你念的是所有公司 不一定知道 因為你競爭對手就不知道有誰 那還好 沒差 反正我過得好好的 但是公益可不可以這樣子 我能不能說 我剛講 如果一家公司企業 我不會做行銷 不會 這邊很多做行銷 剛才看到 如果不會做行銷 不會做公關 大家都知道 那就算了 你自然倒閉 這是資本主義 慶領你決於任命吧 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但如果是公益 我可不可以說 因為某一個 罕見極定 圈台灣 譬如說 只剩下三個案例 所以當然知道的人少 但他家屬也少 當然 所以他招募到的 志工不多 他能夠收到的捐款也不會多 然後他更不會有資源去做行銷 更不會有資源去做公關 更不會有資源去推活動 更不會有人理解他們存在 這惡性權到最後 他們就 所以請問一下這個公益 應該倒閉嗎 所以這些反應 即便是三三年 就沒人管 沒關的反應 因為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 就認定吧 是這樣子嗎 所以當我是想到這個問題 全台灣五萬家公益團體 到底大家 不知道有哪些 那我怎麼樣能幫得了他們 就是在思考這個問題 後來就想說 不對啊 台灣現在不是都在推服務學習嗎 大家應該很多學生 或是一些過網 會看到一些經驗 都說 我們現在社會 我們企業在做企業制公益 我們當作企業制公益 可以比一下什麼嗎 我知道很多企業會強迫大家 還好 這實在是太不錯了 都良心老闆 對 很多企業也在推企業中 想說 台灣這麼大的人力資源 那很好啊 那應該沒有公益團體 會沒有得到大家的房子 那很棒 要問題解決 後來犯錯 我太天真了 為什麼 因為想說 像台灣今年十二年國家 如果也在關心 你知道我們的社會 今年十二年國家 正式上路 就上 現在十一月 兩個月前 剛好正式上路嘛 就今年 那從十二年國調之後 國中升高中 那個就是做智工是必學項目 高中跟大學必備加分 大學是必修課程 就是服務學期 那很好 台灣現在有兩百萬學生 這麼大量的志工人力 應該可以滿足所有的需求 問題是大家如果 如果有想得更透一點 會發現說 請問如果學校強迫 升學必需要的時候 請問他會叫你怎麼做志工 第一你會先去找你講蓋章 第二會去找你大陸管理員 如果他都不願意幫你 對吧 應該可以想像這樣 他都不願意幫你蓋 沒關係 學校幫你想好了 學校也要升學必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辦一個活動 然後校長跟什麼 兩老院面講說要握手啊 拍張照片啊 交換禮物很棒 很開心 一個小孩在那邊鬧 鬧一整天結束之後 每個人拿到八個小的食術 上大學的時候 一講說 我跟你講 我做過這些事情 我陪老人講故事 我陪小孩玩 多美好的一些社會 那是我們要的嗎 這有幫助到這些族群嗎 並沒有 可是怎麼樣呢 但是我要講 我一直需要說 是台灣人沒有愛心嗎 是因為大家都很虛偽嗎 好像也不是吧 大家知道日本海嘯 那個什麼全球捐 最多的是哪一個國家 台灣 台灣的我們自認文 那你至少自認文嘛 很有愛心 可是怎麼樣表現得出來 為什麼現實當中 電子是這樣 大家剛剛提到 都是那些拍照片 或交換禮物 開始下架 就是那個虛偽表現 最我要推得住的就是 我們發現 其實當中缺乏的是什麼 當中缺乏的其實就是一個平台 因為人地資源很夠 然後大家其實 如果你 這些人反正是被強迫的 他也許需要 可是他找不到一個方向 你一定找不到方向 為什麼到時候 你去找大樓管理員 為什麼去找民養 因為你找不到一個地方去找 我們都知道找工作 去哪裡找 沒有工商服務 大家知道找人地銀行 我現在不講哪一家 反正去找人地銀行 為什麼 那種方便快速 他們有所有你要的資料 可是請問說 如果我現在突然好想做好事 我心血來潮 想付出我的時間 請問想去找哪個單位 交點 交點 謝謝 剩三分鐘 剩三分鐘 太短了 好 沒關係 好 總之 好 總之 對 那個 我們商家主要建立一個平台 所以我現在推出的東西 就是當中缺乏的狀況是 你知道以前報名志工活動 從紙本 然後電話傳 那報名各樣的麻煩 你知道我去講NPO的時候 他們還說你什麼問題嗎 所以問我們講說 那個 其實我需要他們的那個都做圖長 可以幫我傳過來 我幫你做宣傳型 然後說 那我給你傳真給你嘛 對 就是我常常遇到這樣的奇怪的狀況 他們很多數位的落差 不能怪他們 也有很多想要做好事 可是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能幫他做行動 幫他跟使用者溝通 這就是我們能夠幫到 所有公益團團 我不能加加做 我做出平台 讓他們使用者直接來找這平台 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網絡資源突然不足 政府有沒有做過 政府有在做 內證政府還有各縣市社會局 都有這樣的平台 但是他們做的怎麼樣 就是誤告 誤告的是你想要的東西嗎 不是 因為等你看到這資訊 你還是得把那樣過去 然後那個人還是沒有接 就是這樣的狀況 就有消息 沒辦法 所以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 就是一定要做一個平台 解決公益的東西 這個東西並不行 我先講 比如跟這邊各位 比起來這麼有軟體工程師 有創業家 比起來網東西全部都不行 現在大家都知道有網拍 有知道有網購 知道有什麼求職網 這些東西網上都有 可是沒有人在公益上做過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做的東西 我們希望在公益領域上 做出這樣的一個網路平台 對 然後 所以我們也變成 台灣第一家推出手機應用詳識 因為我們常常提到說 現在的思維方式 已經是不太一樣 如果我仍然是一個網站 然後百分百的全部都是文字 你也不會想看說實際上 那我跟正不做是一樣的東西 根本浪費時間 你不需要做 我現在推出的 第一個是手機應用詳 現在Android 安放到會下載 大家歡迎大家可以下載一下 叫為樂志工 好 然後 大家我們也很好的利用 像這樣的一些功能跟特色 現在可以 我好像沒有時間放百分片 這個多長時間 對 沒關係 我這個放一下就好 好 我要看一下 可以啦 他們打開 哭了 真的是喔 平衡是空空 他都知道怎麼可是誰要坐 他都是黑鍋 十八都擋到 我一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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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那就是剛才我給我講話 我剛才看到就是我現在成立一個協會 叫維樂生活的協會 然後剛才目前像這支廣告我們是 因為剛才講我們日子學生 基本上我所有成員百分百都還是在學生 那我居然也沒有再加我們一個平台 我想直接點目前還沒有營利模式 所以目前我們所有的專案企劃是找不同的贊助商 像剛剛這廣告叫我剛才拍個大集計 我們有十幾家企業基金會 會根據我們不同的專案做贊助 就是目前的生存的方式 只是當然是不長久 所以很希望可以從各位身上學到一些想法跟idea 其中我們有一些設計上一些新的想法 反而像是選擇自己喜歡 因為當我到網路上之後 我就會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內容或模式 也許我可以辦個公演唱會 我的主持人是招志工找來的 我的表演團是招志工找來的 我的接待是招志工找來的 我的接待是招志工找來的 我的所有人員都招志工找來 怎麼可能有機會 上個網路這個平台 一旦使用者多了之後 我所有類型的專業能力都可以被實現 而且你就可以投入你的專業能力去做社會服務 以前這個機會是沒辦法被實現的 所以說當然我們也提供任何什麼品牌 給所有的公益品牌 讓他有機會被看見 目前有190家NPO已經上架 190家NPO 對 然後另外當然所有這些網路上平台 常出現的像評分啊 像是倒數 台灣就是這樣 看到現實下它幾個 就看到就瘋狂了對不對 看到買一送一看到家裡有多一件 就完全就失去一致了 我們把這些很簡單的東西放到網路上 就可以實現這樣的東西 未來我們要轉向社會企業化 目前原來是協會接待會成立公司 然後當然我們接下來會做 除了製工之外 還會把一些物資 還會把經銷的東西 如果能夠整合在一起 成為一個社群化的一個公益平台 像我剛才講 用新的這東西都不行 這些東西在購物上都有 這些東西在購物上都有 可是這些網路平台 各位有公益能從來沒有在公益上實現過 現在我們在做公益上的東西 把所有其他資訊產業在中間放到公益上 我們就可以實現一個更好的一個公益平台 做一個整合的數位平台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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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